什么叫这个房地产的依赖度呢 就是这个房地产投资啊 占当地地方GDP的比重啊 这个比重呢 它其实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含金量有多少 你想想啊 如果一个地方完全依赖于这个房地产投资的话 一旦这个楼市出现一些变化或者趋冷的状态 那这个地方的GDP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呢 咱们今天啊 一起来看看这个排名 看看哪些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的含金量最高 有最有这个发展的潜力 接下来咱们再看看各个地区的这个具体的排名啊 那这个房地产投资总额啊 全国排名前五位的 分别是这个广东 江苏 浙江 山东和河南 那G5个省份的经济总量啊 也正好排在全国的前五啊 说明这个房地产投资和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啊 基本上是成一个正比的一个状态 那咱们再来看看这个房地产依赖度的排名 在依赖度方面排在前三位的省市 是这个海南 安徽和重庆 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 占这个GDP的比重 都超过了20% 尤其是排在第一名的这个海南省 房地产依赖度已经达到了34% 可能对于这个数字 有些朋友会觉得疑惑啊 就是2018年4月份的时候呢 海南省可是宣布了这个全省限购的 那在这么严格的楼市调控政策下 还有这么高的依赖度是怎么回事呢 那其实啊 大家再往前倒一倒啊 看看前年的数据就知道了 2017年的时候 海南省的房地产的依赖度 曾经高达46% 差不多一半了 所以说啊 这个全省限购的调控政策 还是起到的一定作用了 下降了整整12个百分点啊 那刚才咱们主要说的是省份的情况啊 如果再具体到某一个城市 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在这个报告里面 对25个城市 从2013年的2017年的 房地产依赖度 做了一个分析 那在这几年中啊 房地产依赖度上升的城市 有哪几个呢 郑州 南京 济南 佛山 苏州 天津 还有深圳 一共7个城市 那在过去的几年里啊 这个郑州 济南等城市的房价也是翻了番 这说明啊 一个地区 如果对房地产的依赖度越高 房价呢 可能也就涨得越猛 但是这种现象 它是不太健康的 因为呢 一个城市啊 最好不要把房地产作为这个 拉动GDP的主要的因素 长远来上来看 还是要靠这种多元化的发展 其他的这种实业行业 一个城市 才可能获得一个 可持续性的发展 好了 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 下期再见